台湾冲击学会到达金融的文章心 这期电脱《黄博记》50年将领立领回国作品 本身是小字口疑似的黄博记 第三十三回时 北达零星第一台协商机 在行业超过五十年期间 协下并环八成的生活 综合名称《红透明镜》 这处电脱台有81点的欧北商品 电脱到9月1号为止 主板党医欢迎民众来参观 《红透明镜》的作者黄博记 出世在冰冬冠冠冠 现年八十八月 因为兴出红镜 五十年来透过主任的方式 合格很多黑白商品 真有古早味 那所以说在这个作品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 先民们早先他们的一个 工作的一个方式 生活的形态 那当时的一些职业 他现在已经看不到的一些等等的 那黄博记医师呢 他都用镜头 很忠实的为大家记录了下来 那所以非常令人感动的作品 因为作品没有经过设计 主任听现民众的生活 红绍 国航国业的人生百态 市当国中特别 带美术班的学生来参观 这些作品都非常惊人 然后让我们觉得 耳目一现的感觉 作品里面都有非常多的 那种意义存在 今天看到的作品 感觉都非常生活化 然后很多都是现在已经看不到的东西 三年前市当国中生理美术班 今年第一次学生来毕业 学校希望透过参观电纜的方式 提升艺术教育的水准 因为在学校所学的东西是有限的啦 我们就是希望说他可以多到外面参观不同的展览 然后看不同的作品 然后可以就是让有更宽广的这个视野这样 这处的电纜除了提供作品的欣赏 主板单位也安排一个合同的副业 让民众来体验戏班后台的人生 感觉怎么样 有点带入歌展室里面的感觉 有没有觉得很有臨场感 有 用意就是让大家呢 除了来看这些摄影作品展之外 也能够在这个互动区当中 做一个角色扮演 然后拍摄 然后去回味鲜明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天气非常严热 来到来京阳夜闻中心吹冷气 看黄博季50年欧白相片的立业店 登记到九月取的位置 欢迎民众8月时间参观 继续欢迎观察方报道 好 好 好